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国内的导师们一起share文件 然后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很方便的云端储存 而且这也是现在比较常见的就是把文件通过云端分享吧 这个是很常用的 特别是在工作中也是 那当我自己使用了百度云之后呢 我对这个界面进行了一个 其实我使用的话基本上没有任何困难 因为它的指示也非常清楚 但是整个界面的话大家来看一下的话 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一些丑陋的 而且有很多细节可以更改嘛 所以我觉得作为设计师的话 拿它作为一个redesign的题目也是不错的 主要这里一个flow在这边写的就是说 我平时经常用的也就是上传文件 那你点了上传文件之后呢 那这边会有一个隐形的action bar action bar就是一个操作的 这个操作的一个按钮会出现 你这个跟gmail一样 当你highlight点击一个文件的时候 上面就会有选项出现 你不点击的时候它是隐藏的 所以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第一节省空间 第二当你选项选一个任务的时候 它跳出来 你就知道这个所有的action 这个所有的动作都是针对这一个文件而实施的 所以这就是好处 那这里我点的时候 除了这个跳出来之后呢 它也跳出来一个中间的一个window 那这边有链接分享发给好友 发到邮件分享 那我点了这个之后呢 我想说链接分享已经是highlight了嘛 已经有背景在那里点好了 但是我想说这个链接在哪里呢 你还得点一下创建公开链接 然后你才能得到这个链接 然后你再点击一下复制链接 我才能把这个链接分享给我的朋友 或者是放在我的邮件 或者是我的记事本里面 所以这样有多少个点击呢 加上前面一个选文件 已经有四个点击了 所以我就觉得点击量还是挺大的 然后虽然功能非常强大 但是这个点击量就确实比一般的云端文件分享要大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有一个修改的空间的 而且在这边的等于是一个导航栏这边 这是网盘旗下的导航栏 导航栏下面图片文档视频种子音乐其他 就是它分的非常多 然后这边还有各种的system 这边写的是容量 中间是文件名 那我们其他更高一层的就是主要的其他的category 我们不谈的话 只谈网盘的话 这基本上是网盘的基本构架 这边有一个搜索 然后这是你的用户 会员中心客服通知更多 这边menu也是蛮多的 菜单确实挺多的 然后呢 这让我想起了什么 这让我想起了我平时经常用的两个 在国外比较也不是国外 就是至少在我身边用的比较多的两个 一样的是云端分享的软件 一个叫box 一个叫jobbox 这两个公司 一个是在三番市 一个是在硅谷 这两个公司 一家很早上市了 应该是box已经是寒雪上市了吧 然后jobbox应该还在挣扎 但是我个人使用jobbox比较多 box是后来才接触的 那这种分享云端分享的好处是什么 因为现在一样 我们之前一直说的跨设备 跨移动设备的使用 那当你 当我在家里工作的时候 我在我的台式机上工作 我的文件储存在box里面 那我到公司的话呢 我用公司的电脑 又可以直接在上面操作 继续往下工作 这些都是云端同步更新的 那我如果有时候在客户那里 我身上没有带笔记本之类的 我带了iPad或者是带了tablet 就是大一些的那些手提移动设备 或者是甚至是手机 那我手机当然不能editing 但是至少文件分享 文件整理 文件重命名之类的 你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手机 就是非常小的手机屏幕 也是可以做到这些操作的 特别是从跟客户联系啊 邮件方面的那些传送 分享和及时更改 手机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这些都是一个软件 然后在不同的移动设备上 然后给用户带来非常方便的用户体验 那我在这边因为之前 那个百度云是桌面的分享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也是一样结了一个桌面的 这样一对一的对比啊 那同样的话 相对这里的话 box这边就非常干净 这边的搜索就要比 之前的百度云的要大很多 为什么 因为当你文件多的时候 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当然是搜索最重要 所以搜索的功能应该是 更加放在显眼的位置 占取更大的空间 然后这边其实几个按钮 并不是很清楚 因为当你有mouse 就是那个鼠标放上去的时候 它会有那个提示的tips 告诉你这是什么功能 但是之前读了一篇文章 说关于icon的文章 就是那些图标的文章 其实人们对图标的认识 是非常的浅的 除了几个默认的图标 比如说用户啊 比如说设置啊 这些图标 或者是email 这些图标大家是默认的 其他那些图标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那是什么意思 就好像在这里 这个第一个是文件夹 对不对 我们大概可以猜到 第二个是什么 其实它可以是 地球是什么 互联网 global 还是什么 第三个 mailbox 是你的邮件吗 还是说是link 其他东西 所以 icon使用的话 大家要非常小心 特别是平面设计 特别是设计师 设计UI的时候 当你的icon 不能让90%的人 理解是什么意思的话 请不要用 那其实这个问题出现在大多 特别是特别流行的软件当中 也是有这个问题 那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刚开始发布这个软件的时候 他们在下面有label 就是他们在这里举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图标 然后他们在图标旁边会写好这个是什么 比如说这是一个 这样子 然后你写mail 就是邮件 对不对 如果你这里写 画一个图标 然后这里写shelf 这是一个书架 那你有label的话呢 大家比较好理解一点 那然后通过大家不断的使用使用 当你的用户 陈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然后他们再把这些擦掉 就是把这些take out 把这些拿走 只剩下图标 那作为一部分受过训练的用户呢 就非常了解 这到底是什么 但是通常来说 我还是不建议会把这些解释 就是拿掉 因为这个 其实说实话 确实比较难理解 你情愿不要图标 你把字放出来 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好用 那基本上这边 居中的全部都是你的文件 因为这个 我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 所以文件并没有太多 就只有一个folder 然后这边非常简单的 就是upload 就是上传 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吧 然后当你打开这文件的时候呢 它这边基本上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非常淡的有一些action 非常非常淡 有分享啊 有加薪啊 有share 然后这边还有dropdown 那这个的话 就是当你还没有点击任何文件的时候 这些都是重复出现的 也就是在任何一个文件 你都可以对他们做这五样动作 从设计上来说 这是有一些重复的 因为在你没有highlight 在没有点到的时候就出现的话 就是你有一百个 你就这里重复放一百遍 虽然挺蠢的 但是其实非常有效 因为首先第一点 它不隐藏 它首先在你眼前 第二点就是当你用熟的时候 这个使用方法非常快 它就 你要的时候 它就在那里 所以这个是 把label放在外面的一个好处 但是视觉上 会显得有些累赘 特别是当你有非常非常多重复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这边有六个action 甚至十个action你是可以同样重复的话 那在这里就看起来非常不美观了 这个也就是我刚才说他们的竞争对手 Jobox 这个Jobox的icon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那在这里的话 他们的icon就相对好一些 就在这里他们有icon 然后旁边还有名字 大家看到没有 所以也就是说你知道这个是什么 你不用去猜 猜的话你也猜不准 这边所有的resourcecontractor 是指就是用过这些文件的人的手字母名字 这个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云端分享的嘛 所以这个它整个Jobox 大家看到非常干净 然后没有任何的颜色重的那些色块什么的 然后用起来也是非常好用 然后基本上所有的其他action在这边 search在这里 然后这边是一个路径 也就是你所用的文件的路径 然后这里开始了 当你highlight一个东西的时候 它唯一的在表格里的action 就是一个share 就是分享 剩下的话它会在这里出现 这也是一个Gmail的pattern 我不知道是谁先想出来的 但是这个pattern非常好用 大家设计师可以记一下 就是当你在选项highlight一个东西的时候 然后这些action不是存在于右键 因为最早以前当家用那些电脑上面 就是我只是说台积console那些软件的时候 这些action通常以前存活在哪里 它存活在右键 也就是当我鼠标点击右键的时候 这些action才会出现 那现在的话就是为了 特别是网络的一些软件 为了避免右键 因为为什么会避免右键 就是说我这么跟大家说 因为这个软件是存活在一个服务器上面 也不是服务器 浏览器上面的 那浏览器本身有浏览器的右键 比如说reload 比如说重新载入啊 比如说另存为啊 比如说前进后退啊 这些是浏览器的默认 右键方式 那如果你在这浏览器当中所用的界面 再有右键的话 那就等于是有两个重复的右键菜单 而这两个右键菜单你怎么样区分就变得很复杂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在浏览网站的时候 特别是网页的时候 你会发现右键操作变得非常少 基本上都是左键操作 那么当你左键操作的时候 你那些原来存活在右键操作的那些东西 可以放在哪里呢 你就必须摊开放 所以大家也会看到有一些网站是你左键 它有一个菜单会跳出来的 所以这也是非常有意思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的 但是这个pattern就是属于左键操作 把右键的菜单全部放在外面 什么下载啊 删除啊 重命名 移动 然后复制 然后创建新的文件 然后当你点击share的时候呢 它基本上 这个唯一的好处就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之前的百度云 它点了share 它这些直接都是已经帮你复制好了 也就是你不需要在电脑上按任何键 鼠标也不需要再点东西 它就帮你复制好了 你要么从这里 因为这边会有那个历史记录 你要么自己复制到你邮件里写 你要么直接在这里打 你需要发送人的 收件人的名字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属于一键就 点击一下 然后打字 send就已经完成整个操作了 而之前的百度云就会需要很多步骤 所以我觉得 百度云是挺有那个 重新设计 被重新设计的一个潜在的一个潜力 有太多地方可以 细节可以追究 所以我觉得设计师可以拿它来开刀 做一个不错的update 放在自己portfolio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这只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然后说到刚刚那些desktop 就是网页版的 我不得不提一下 就是手机版的 那手机版的话 基本上就是简化了很多嘛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的话 基本上四大类 files photo 还有setting 然后你所有的文件都会在你的第一个页面 你loading的时候呢 最上面就是搜索 其他全部都是按照你下面的文件排的 就是这是所谓的第一层信息 那你当你点击这个横过来的 所谓的汉堡包 或者是overflow的一个button的时候 这个也没有人叫汉堡包 这个他们叫的是串 汉堡包是指menu 这个是指他们一个串烧之类的 那android是竖过来的嘛 然后iOS就把它横过来 所以他们也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设计师之间的互相一个竞争 或者是互相一个比对 还是很有趣的 那iOS的话 基本上就是横过来的 android是竖过来的 你点击这个 你可以在第一层文件最高层 进行这些action 这些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比 如果我进到文件里面的话 我同样点击这个 那它所出来的action就不一样了 刚才是针对文件夹的操作 这个的话就完全是针对文件的操作 所以这个还是有不同的 然后setting的话 基本上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设置里面的东西 好 一样一模一样的软件 颜色上就有 就看到很多不一样了吧 这个是Android系统的 一个设计 一个截屏 我给大家看一下 同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action隐藏在了这里 这里有一个小箭头 之前iOS就没有吧 然后它整个 navigation 也就是导航的话 做了一个深色的色块 然后这边还有个fab 其实我觉得这个fab有点 因为它是follow 那个material design的pattern嘛 所以它一定要这样做 但是说实话 当你在 就是dropbox这种 云端分享软件的系统的话 其实最主要的 其实是搜索文件 或者是进入某个文件夹 而不是增加新文件 增加新文件 其实在整个操作当中 使用率还是 对我来说 使用率还是挺低的 特别是当你跟别人 合作的时候 只要你不是产品经理 你都不需要去 创建任何东西的 所以创建这个东西 对第一层的信息来说 其实相对比较少用 也许在 比较深层的几个文件里面 会相对多一点吧 然后这个 这是overflow的一个menu 就是sort refresh 这个没有其他什么 特别复杂的一个东西 在这里 然后这里的话 是刚才就是 左边的一个menu 拉出来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之前iOS这四个 files,photo,favorites 是在下面的 对不对 是可知己 可知式的 然后Android的话 这个就是隐藏的 所以等一下 我把这个擦掉 不好意思 这个客户的东西 给大家看到就不行啊 职业操守没有了 然后 所以说 相对这一步的 解决方案来说呢 iOS相对好一点 因为我之前说过 OBS always wins 也就是显而易见的 总是一定是赢的 当你把这些 就是菜单 放在外面的时候 大家可以轻而语的知道 这个是我的文件 这个是照片 这个是我 怎么怎么 blah blah 但是如果你隐藏起来的话 这首先就是要求你 多点击一下 一半以上的人 就会首先就会 没有办法发掘这个 然后其次就是 因为这里只有四个选项嘛 所以四个的话 如果能放在外面 还是放在外面比较好 除非你在这里菜单 有六个到六个以上 这么多分类的话 那就很难摆在一个 就是屏幕宽的一个 navigation tab bar 那个东西的专业名字 叫tab bar 就是你手可点击的那个bar 那个东西可以放四到五个 就是icon加上你的label标签 很少会看到有六个 基本上还有一种就是他们 如果像Apple这么多的嘛 他们就是下面放四个 然后呢中间比如说这一个 你长按的话 它会跳出来三个 这个是第二层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解决 你有特别多的category的情况 但是你硬要把它放在首 就是第一个screen 就是首页上 你要让大家看到你的tab 是在下面的话 这是一个解决办法 但是也不是特别常见 因为相对来说 毕竟空间就这一点嘛 那横竖过来的菜单形式 相对比较干净一点 而且你也有地方放标签 让大家更加易懂 然后search的话就是一个search 然后search的时候你看 它键盘是自动起跳的 也就是为了你输入信息 已经做好准备了 这些都是设计的细节 然后这些都是做得挺好的 然后这两个的区别 就是当你在文件 文件加层和文件层 进行action的时候 他们的菜单又是不一样的 它是等于是从下面跳上来的 一个pop up 一个overlay 然后其他地方是暗点的 然后这个选项在这里 你可以进行对文件加 或者是文件进行操作 然后最后呢 我要给大家一个网站分享 也就是我最近才发现的 那Google I.O.的时候 它外包给一个公司 做了一个网站 然后包括他们很多一些广告宣传 什么都是这个网站做的 包括Google Design那个网站 然后我不是说这个网站有多好 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网站上的内容 因为这个跟Google Material Design 还不一样 我不知道国内的话 是不是要破墙 要翻墙才可以去看 但是我在这里给大家浏览一下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分享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 缩小一下 那首先这上面这一个呢 就是说一个prototyping tool 也就是prototype就是做模型 在设计当中做模型指的是 就是比如说当我设计了一个app 或者是网站的时候呢 我给客户看的并不是我的平面设计 就是一张JPEG或者是Photoshop 都不是 而是放在你所要测试的仪器上 的一个prototype 然后这个prototype一定是会动的 最好会动 因为如果你上面有按钮 有interaction 有交互的话 那你给一个有动的话 是不是可以让客户更加好的理解 你所做的设计呢 那这里说的是Pixi 这是一个软件 然后这个软件是上个礼拜吧 刚刚被Google买下来了 整个公司都被他们合并了 所以现在他们就是 他们的Pixi这个软件 就是等于更上一层楼了嘛 等于是变成Google内部的prototyping tool 我不知道大家对Pixi这个软件 有多了解 就是P-I-X-A-T-E这里 然后这个是他们合并的 然后我之前也用过 可以做到几乎非常逼真的 一个软件设计 然后这边还有material design 还有就是各种设计类相关的 然后关于tourup就是他们Pixi 跟他们自己的form 1.3 开始合并了嘛 所以大家可以 它基本上 Pixi基本上是 iOS和Android的手机 基本上 我不知道台式有没有 台式应该没有 手机和tablet之类的 应该全部都有prototyping 而且它是及时的 也就是我自己在电脑上 这里怎么做interaction 这个界面是从左边滑到右边的 你手机monitor上面 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是及时更新的 非常酷 不会有几秒的延迟 非常酷 而且你可以分享给别人 也就是说当我做了个prototype 我还可以分享给客户 分享给其他设计师 就是非常酷的一个软件 它有两种版本 一种是web 就是在网页上就是做的 还有一种就是 你下载他们的软件 然后现在他们软件 是5块钱一个月吧 应该是 然后关于roboto 就是他们google这次 重新refund了这个字体 那其实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边录像就不给大家看了 要看吗 看一下吧 给那些没有办法翻墙的人看 一分钟 这些软件的软件 就是软件的软件 软件的软件 之后我们现在改变比较适量 软件的软件 都是软件的软件 这些软件的软件 都加上了 ali deadly感 进到一个很相估的感情 变成更加感觉 让这些软件的软件 软件的软件 也非常形成 跟agna 证据 你可以看到 一步了 在扣字面 The result is a typeface that works in a lot more environments. One of the unique things about designing for digital environments is that you can update the types. And we really see Roboto as a living typeface. As needs change and as we introduce new form factors as we need it to do more things. We can continue to revise and continue to update it and we're going to tune it for what it's purposed for. 好 我自从用了Android之后呢 就是对Roboto这个字体 也产生了好感 字体设计是设计当中 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东西 然后你问我会不会设计字体 当然是不会的 因为这个知识量 其实是等于是另外一门学科 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的话 字体是一个非常 怎么说它算是一个经典 然后又是传统的东西 然后你要那些经典字体 等等也都超过一百年 然后你会想说 就是现代性字体 却没有那些老字体来的 来的性感或者是耐用 而且字体这个东西很奇妙的 就是它是经过不断的修改 当你每一个字体看的时候 分开看都是很漂亮 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当你连起来用 放在段落里面 放在title 就是大的头条上面的heading 或者是当你subtitle 就是次要的那些title手 你会发现字体和字体之间 有非常大的区别 选择字体是一个设计师 非常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那中文字体也一样 经典字体就那几套 然后你为什么选 有称线非称线的字体 其实都是有个理由在制成的 而不是说我觉得这个字体好看 一读而已 所以字体这一块 我刚刚因为放给大家看 我也是觉得说 那些所谓的细节是多么的圣人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可以跟大家看 就是这个网站资源非常非常的丰富 然后可以大家看一下 就是他们material design 就是之前我一直跟大家说 Google去年 那个material design 是多么的厉害 他们之前对设计 并没有那么重视 然后现在对material design 整个重新设计灵感来自于哪里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最后一节课 就尽量再跟大家 多分享一点资源 What is material design? You'll probably have to ask me this a couple times So material design is a system for designing interfaces Designing, designing Material design is a design language Material design is a design system Material design is a new perspective on what the human and device relationship can be Material design is a design philosophy that's really trying to acknowledge the technology behind the interface It's a way for designers to collaborate with users Material design is a way for designers to get what they want Well the overarching impetus was really just a bunch of designers wanting to make things better A lot of this happened organically as designers across the company sought to find ways to collaborate I realized it wasn't just an android story or just a google story but it could be really a cross 顺便插一下 这个男的就是每次Google I.O.都会跑出来 跟大家说他们的design的一个 等于是Google设计的一个头吧 VP Vice President 然后我不知道这个material design 是不是他设计的 但是确实引起很大的反响 他也从此名声大噪 然后这里就是有很多访谈 我就不跟大家说了 就是不跟大家浪费时间 但是意思就是他们这个所谓材料嘛 他们是想从印刷开始 回归印刷 想知道在屏幕上会有 怎么样让纸头会有这种印刷的质感 所以他们就用那些纸质的模型 然后打45度的光 然后从那些prototype上 开始从这些照片或者是阴影效果 纸头的厚度 才开始设计这个icon 所有的icon都是这样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idea很酷的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它怎么来的 就是快静一下吧 其實有些空間なく要 scanning比較可能 我們在機會想要 succession 有寶宇設立 卻模 Camp Infinity 好像是一個這是個感覺 凍頭部複動出的出力 原理很像是 好像在當中途 而和我們一開始來做實驗 一 sitten完全沒有試驗 每一個在待生語一car連人 一身都是各個不同的設計 各種類似生活 自己把他們一直在拒絕 她玩的一次玩一样 But it's not a thing to play in a group where you're improvising real-time. I think a lot of us are used to working more practically.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where we were being pushed and told, don't worry about that. Let's just see what happens now.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done a few times. We've set up these light rigs to understand how the shadows work. The depth cues that come from the shadows really made us think more deeply about how do we communicate surface. We built a system that enforces that the light comes in at 45-degree angles. That helps keep the shadows consistent 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of the screen. Even as we were designing out the icons, we started to see some really interesting subtleties you wouldn't normally notice, but these are things we pick up on and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at it's a surface. 大家看到它们是怎么设计它们的icon了嘛,就是先拿指头折出来, 然后让它有厚度,然后这种厚度呢,然后再去打光, 然后它是所有的design都是icon,都是flat,都是平的, 但是它确实让它有一种厚度三维感,但是确实flat design, 所以这个idea非常酷,然后它所有的光线角度在它的guide line上面都写,都是45度,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它们是怎么样革新去创造一个visual language, 这样一个设计语言的,设计语言的创新非常的困难, 因为就是当你为一个系统设计语言的时候, 你又不想跟iOS一样,然后你又在Android系统上更新的话, 对Google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然后这一次是一个相对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成功。 设计计法會使用算机, 但是,在 dining中 ŞI有什么意思 作为喀 대 这是我的手机 charter, 我认为没有,我最喜欢的事我最 Bar estavam比喻的专门不合上。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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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